著名人權律師普志強被羈押超過一年之後 北京市檢察院二分院官方微博週五下午發消息稱 普志強涉嫌煽動民主仇恨及刑訓滋事 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普志強利用網絡信息 先後多次發布微博煽動民主仇恨情節嚴重又公然辱罵他人 情節惡劣 破壞社會秩序 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布志強委託的律師之一莫少平週五下午 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稱 對於控方剔除原有的煽動分裂國家罪 以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 莫少平律師認為 在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時候 我們正式向檢察院提交過我們的律師意見 當時我們認為這四個罪都不夠 現在檢察院應該說是經過他們的研究 只是部分聽取了律師的意見 減少了兩個罪而已 這意味著他是不是會被輕判呢 我現在不敢說嘛 因為一個刑期是5年以下 如果嚴重的話5年以上到10年吧 就是群性滋事罪 所謂煽動民族逃犯罪是3年以下 嚴重的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 如果兩個罪最重都可以判到10年 莫少平說 下週一將去法院拿起訴書 普志強因在朋友家參加六四事件25週年研討會 於去年5月4日被警方帶走 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刑訊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為由逮捕 其後被加控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 官方將其發布的28條微博內容作為指控的證據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